姜濤的綜合新聞報導 咦 這次這宗新聞厲害了 就說說韻光接受一個訪問 就說他很滿足 去到已經進入了七強了 這個903頒獎典禮 這個最喜愛的男歌手 已經滿足了 咦 似乎他表達一個聲明 就是譬如說已經夠了 似乎他沒有跟姜濤有爭奪 這個最男歌手的薯榮 似乎已經表態了 咦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咦 似乎高登仔就 就是看回這個消息 似乎就要跟年燈仔說 咦 似乎你的算盤打不響了 因為韻光都打算不爭 咦 究竟這件事是怎樣看呢 似乎這件事就有些曙光出現了 究竟怎樣看呢 那麼高登仔和你們分析一下 開始這段片之前 請大家讚好這段片先 還有劉國賢一個心心一個笑容 一點都可以 最緊要課金支持 課金支持是非常之重要 因為你們的課金支持 一百幾十非常之重要 因為你們可以幫高登仔建立一條正面的數據 Youtube 看 那麼就看到那些 haters 對於本頻道的攻擊 可以呢 相對影響會小一點 所以你們的放金支持是非常之重要 好 那就看看這一宗新聞 因為呢 近排903這個 年尾頒獎典禮 實在太多風風雨雨 一時又說 一時又說這個不行 一時又說那個 抹黑這個又說想拿獎 那個又說有信心打敗姜濤 有信心打敗姜濤 無日無日無日 這些這樣的事情 即是每個人呢 簡單點 即是把這件事簡單化來講 基本上每個矛頭呢 就指向姜濤 即是好像一個暴落那樣 即是姜濤現在成為一個最主的目標 個個暴落都向著姜濤來攻擊這樣 純粹是想拿了姜濤 拿了姜濤這個香港最紅歌手 最紅娛樂圈裏面的最高的地位 純粹 最近高端仔若干片都分析過 基本上這個韻江就被四大勢力捧出來 想著對付姜濤 哪四大勢力當然是連登、MMA那班、haters 甚至是其他鏡粉捧出來 氣勢就一時無量 但是老實說一句 你會不會真是給韻江 有些人就把韻江和顧天樂上當年拿到最藍的事情 互相比較 不可以這樣比較 那時股天樂作為這個演藝人協會的主席 不看爭面也看股面 你怎樣 他要給一個最喜愛的男歌手出來 給他擦一擦牆和香港娛樂圈裏 如果不是 怎麼會之後股天樂投資這麼多錢去拍這麼多電影 對不對 在上幾年疫情期間市道低迷的時間 電影很需要注入強心針 那股天樂就在這段時間擔當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那現在逆後 那股先生 究竟須不須要這麼這麼下力 那就兩體了 但是起碼在疫情期間 股先生都中了一個責任 所以罪男歌手真的是給他 但是尹剛這個性質是完全另外一件事 大家要知道 尹剛為什麼要捧起尹剛呢 第一就是增姜濤的人 包括剛剛我講的四大勢力 純粹捧姜濤要來斥殺姜濤 對不對 就是你捧尹剛 我不是說尹剛對於香港樂壇沒有貢獻 但是問題上就是說 在這個時勢 在這個形勢之下 你捧尹剛做醉藍的話 其實對於樂壇來說是 是完全 我都可以夠膽講 完全沒有任何的貢獻 對不對 因為你把尹剛捧到醉藍那一點 尹剛可以拍到戲嗎 尹剛可以出到大碟去捧在樂壇嗎 尹剛開演唱會可以做到萬一 就是有很多對於背後跟去搶食的人 就是我們有時候都要看一件事 就說 喂 有多少人跟去搶食 古山有多少人跟去搶食 古山有多少人跟去搶食 古山有多少人跟古天樂搶食 有多少人跟姜濤搶食 喂 正MIRROR十一指都跟著姜濤搶食 我講得mean些 對不對 就是你們不需要反駁我的 這些是事實 姜濤根本就是帶起了MIRROR 根本就是帶著十一兄弟去搶食 喂 如果姜濤醉落的話 Buckupville和Vill都不會好過的 我可以跟大家講 是吧 所以你說醉藍是不是給尹剛 肯定不是 尹剛老實說 有多少人跟去搶光搶食 是不是 就是他拿不拿 拿到最難 最多就是被人吹捧一會兒 特別有一幫年登仔 MMA 只不過是拿他出來做擋箭牌 是吧 就是找他在那裏 做一下show 出一下樣子 就說他擊敗姜濤 是吧 搶光前輩出手 就姜濤一敗塗地 類似這樣 就是這樣 想都想得到他的tack是怎樣說的 這個這樣的運光 所以基本上 就怎會拿到照片 第二個 最主要原因就是 根本就是商臺 打算運光來做下一個 叫做假想敵 假想敵 當然是姜濤作為一個假想敵 打算帶起一些討論的氣氛 就令到那個903那個頒獎典禮 就火紅火熱這樣 就是賣票 就是一個最簡單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賣票 就是如果你說 完全沒有loise是沒有爭鬥的 那找鬼賣票嗎 是不是 這次不同 在外人的期間 就是在我那些網民的心目中 就是食花生的網民心目中 就是在說這一疆塗大戰穩光 是吧 而大戰穩光就是主力去穩光 是吧 就有Anson Lo 是MC 是吧 就是對於姜濤 都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就是你做這個戲碼出來 你明白嗎 做這個戲碼就是 哦 就主力威脅就是穩光 背後腹敵就有Anson Lo 是吧 然後側面敵人就有MC 這樣才有話題性 大家去留意叱冊樂壇的頒獎典禮 去看這個展示 買這個票進去 就算是很多姜濤群都說 不行 今年一定要駁進去看這個叱冊樂壇頒獎典禮 駁進去看這個叱冊樂壇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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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已經有黃牛了 又有黃牛了 是不是 就是已經在賣票了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為什麼會賣票 現在都未正式預售 是不是 那麼 就是做這些loist 就是 這個商台肯定是樂此不願 是不是 有人 makeloist 去造就他這些戲票的買賣 這樣 氣氛 喂 這樣就肯定了 他肯定是 就是這樣 不好意思 我昨天晚上都看姜濤 只要看得很麻 有什麼東西 還有看到姜濤這件事 所以尹剛呢 的確是姜如露月那 尹剛老實說 今年74歲 就是在娛樂圈 就是他叫做娛樂圈的人 那時候他叫做廟街 他都看到這些形勢 老實說 雙台班最難比尹剛 尹剛 尹剛都害怕 都手振 是不是 你不知道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究竟這個娛樂圈 怎麼對待尹剛呢 是不是真的會給多些機會尹剛 就是 在我之前都已經出過段片 講尹剛 其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尹吃 是不是 就是74歲老人家 他為什麼還要這麼辛苦出來去唱歌 你猜尹剛真的很喜歡唱歌 其實我那時候有篇訪問說 尹剛不是最喜歡唱歌的 好像是他 他唱歌是尹吃的 他真的純粹 可能那時候 你想想 七十四歲的老人家 對不對 他年輕的時候就是 香港一個艱難的日子 之後經濟起飛又 就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他起碼出道的其他就是 尹吃是最重要 養活他家人最重要 是不是 他一 就是兄弟姊妹啊 就是兩老啊 靠他尹吃 所以他就是唱歌 最簡單就是唱歌 所以在於 他就算去到今天尹剛 我相信他真的說要 要稱 就是叫做怎樣說 要清打那個心態呢 是沒有的 他真的純粹是尹吃的 而且他都衡量過了 讓他打盡 入到五強了 是不是 入到五強了 就算是說 現場投票 他不會拿到冠軍的 就是他不會拿到藍金的 老實說 他只不過是 坊間一些haters 一些姜濤haters 加上903想做一些 loys 才捧他上位 你說他是不是真的會拿到罪男 肯定不會 因為你從一個很商業的考慮來講 是不是 你捧尹剛上場 為這個樂壇可以帶來幾大貢獻呢 就是你容許我 可能高登仔都上了一百年多 是不是 我都有聽過尹剛的歌 其實尹剛的歌都是低族的 低族出身的 你夠不夠膽給他那些 早期出道的歌給那些小孩子聽 是不是 那些什麼 什麼荷里活有間大酒店那些 哇 就是你點給小孩子聽 喂 姜濤不同 姜濤她的歌 她的形象健康 是不是 甚至出席 那個青年頒獎典 畢業得頒獎典禮 是不是 經過政府的篩選和選擇 是不是 她就 因為她的形象健康 她有一個老少咸儀 那些歌 是不是 任何歌都老少咸儀 沒有問題 但是尹剛不同嗎 所以你就算捧到尹剛做到醉男的話 喂 她對於這個樂壇 其實基本上那個貢獻面 一定沒有姜濤那麼大 是不是 難道你叫尹剛出來去鼓勵些年青人嗎 浪費了 尹剛不如開到兩場演唱會去賺錢 走一下浮啊 是吧 登一下台啊 這樣 對於尹剛才最重要 賺錢 所以 尹剛也很棒 尹剛在我一篇新聞報道 她都說 她說 這個 記者問她 她入圍 這個是早前報道 入圍那個 戚測我最喜愛的 男歌手 很多網民支持她 那些記者就 就說 他就 喂 怎樣啊 你現在入到這個 戚測十強 應該十強的時候 七強應該還沒有網民 那她就 她都很聰明 她都說 很感謝投票的朋友 老實說 是吧 她說她心裏面 覺得已經拿了獎了 是吧 當時 再入不入 入到三強 或者五強 應該沒有三強 五強 她已經很滿足了 那她說 記者就 打蛇徐棍上 她說 如果你未入到五強 會不會覺得 會失落呢 老實說 不要這樣玩啊 尹剛怎麼會失望啊 是不是 她一早都看透這些 說真的這些 娛樂圈遊戲 班長電 對於尹剛來說 賺錢 是最重要 是不是 到她這樣的年紀 難道現在 捧她上最難嗎 一定不會 是吧 她說 會不會失望 然後 尹剛就說 她說 不會不會的 她一樣這麼開心 覺得已經很好 這樣 而且她說到 她說 今次她第一次 參加那個 刺冊樂壇頒獎典禮 她說她唱到五十三年 都未試過 這樣 跟著 記者就問她 會不會 來當年的頒獎典禮 她說 會有人邀請啊 這樣 跟著 尹剛就說 如果有人邀請 如果有人邀請 她就一定會出席的 放心 一定會去 這樣 跟著 跟著 記者就問她 她說 歌曲就比較低了 這樣 是不是 怕也會失去獎狀 她說 又不覺得 很多人覺得她以前低俗 現在就 轉變了 現在就說好聽 這樣 她就覺得不低俗 就見到 喜歡說什麼 就說什麼 這樣 老實說一句 你看尹剛 前輩 我都說 喂 她在娛樂圈 打滾了那麼多 你看這段訪問 你細心點 看這段訪問 喂 其實尹剛 都叫做 舉了手投降 其實已經 講到明了 就說 可以了 其實現在 甚至現在去到七強 然後五強 其實她自己覺得 其實都OK 其實去到現階段 她已經贏到一些 明和利 對不對 對不對 你不要以為 那些年燈仔 MMA 不要貼天真 尹剛怎麼會被你擺上桌 你就算推 你就算推 你就算推到她入五強 那又怎樣 尹剛現在這一篇 就是代表的心態 就說 我現在不會跟別人爭的 就是說 去到這個地步 我都很高興了 我都已經覺得贏了 對不對 就是去到這個階段 就是說 你說之後 贏不贏 拿不拿到獎 我想對於尹剛來講 其實真的 真的 不是太重要 老實講 其實去到今年 就是 就是叫做 鬥阿姜濤 就是 火拼姜濤 這件事 其實已經贏了很多 明和利 說真一句 就是贏了很多名利 還有 他都覺得 就是 都夠了 差不多了 就是 我想 雖然他說 邀請 就是他其實抱著一些 叫做 前輩的心態 你請我 我都會去的 但是你說 真是很增名俗利 是不是 一定要 咬手掛咬到出血 去拿到這個藍金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對於尹剛來講 他都看透了 他其實都心知逃明 是不是 他可能覺得 其實應該是姜濤鑼 會合那個時勢 還有姜濤鑼 姜濤鑼 對於樂壇 或者娛樂圈 是更加多的匹憶 是不是 就是更加多的匹憶 是 講的年代工作 養活了很多人 是不是 那尹剛都知道這件事 就是 老實講 這麼多年的遊戲 他怎麼會不知道姜濤 如果贏 或者是Anson Law也好 或者MC 都好 是不是 他們這班年輕的歌手 他們一定是對那個市場價值 就是潛力無限 甚至是你說 只要他們有 有心去拿到獎 的話 他們之後所帶來的 很多人的經濟的關係 是不是 甚至是幫到很多 老實講 養過很多頭家 老實講 是不是 就是尹剛自己心知肚明 是不是 就是叫做 真的 靠自己唱歌 賺錢 過退休生活 我想他日後都 是不是 所以 尹剛醒 這一篇這樣的報導 當然有很多 姜濤 都不是很多姜濤 我看到一兩個留言 反而覺得是姜濤 尹剛就向姜濤宣戰 我真的不是這樣看 老實講 你用一個比較邏輯的分析 尹剛 怎麼會向姜濤作出挑戰呢 MC就會 MC的格就 就會對姜濤作出挑戰 尹剛就不會作出挑戰 因為他知道 沒有價值 對於他來說 我挑戰姜濤有什麼價值 我挑戰姜濤又不會落袋 就算 去一萬步 就算被尹剛 贏到今次這個七叉 最喜愛男歌手這個獎 都好了 其實對於尹剛來說 不會帶來什麼特別的名譽利 老實講 他真的 這個人 你看見都知道 是不是 他等於古天樂 他拿不拿到獎 對於他來說 想當年幾年前 拿不拿到獎 對於他的名譽利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只不過是大家 多件事出來說 多件事出來笑一下 這樣 對於尹剛的價值一樣 對於尹剛來說 都是一樣 拿不拿到獎 拿不拿到哪個獎 對於他來說 不要緊 很緊要 他入島就入 參加一下 這些頒獎 有機會不頒獎 但對於他來說 最重要 他也都心知肚明 如果繼續搞下去 你說現在比一群年燈仔 只要在MMA捧 你如果拿到冠軍 即是拿到罪男這個獎 對不對 分分鐘 有很多人的飯碗打爛 癡 癡 還會成為所有人的攻擊目標 可以和你們說 對不對 這件事是不用說都知道的 所以尹剛 以他這麼沒有練的江湖經驗 怎麼會不知道背後的陰謀是怎樣 所以 他就出這篇報導 在這裡說 可以 已經當贏了 有獎 就是想將這件事 放輕一點 放輕一點 不要經常將他和姜濤作為對立面 即是說他沒有心 什麼鬥的 如果你們想鬥 就鬥第二個 我純粹賺錢 所以 大家高台貴手 我聽得出的意思就是這樣 尹剛 所以 姜濤其實 是絕對有機的 今年 只不過是現在 最兩個隱憂就是 Anson Lo和MC 老實說 至於他們兩個 怎樣去 進一步威脅姜濤呢 我們 再有時間 再一次在這裡說 好嗎 我這次說姜濤和環江的就是差不多 下一節回來 我們繼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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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